我是陈建勇,欢迎收看建勇地产贷款培训 这是第一集的米蟹跟贷款执照法系列视频 第一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如何申请米蟹跟Michigan贷款执照 要申请Michigan贷款执照就要完成以下的条件 到NMLS网站登记个账户并且取得独特的识别码 Unique Identifier 一般要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例如你的住址、现任的雇主、协力等等 如果你已经拥有其他州执照 就不需要完成这一步 然后要完成20个小时执照前课程 这20个小时就必须包括2个小时的 米蟹跟州贷款执照法 下一集我会讲解具体米蟹跟州贷款执照法 如果你想观看全面统一的NMLS贷款课程视频 请点击右上角的28集从零开始 贷款执照考试准备系列视频 你报名20个小时的课程的网站会直接把证书上传到NMLS的网站 Description里面有网站的链接 如果你已经拥有其他州执照 那你只需要完成米蟹跟州的两个小时的课程 不需要重新考NMLS考试 看完28集后继续看18集的贷款执照考试练习题系列视频 然后在NMLS网站报名参加考试 在NMLS定信用报告以及指模 做指模不需要在米蟹跟州你可以再靠近你住家坐 然后支付相关的申请费用 没有公民或者是绿卡的规定 最后找个贷款broker赞助 米蟹跟州不批Approve Inactive 所以要有sponsor雇主才能够获批执照 执照获批后要提供个人1万块钱的Sorty Bond保证金 必须经由米蟹跟州批准的公司发布 如果雇主已经提供了Sorty Bond 个人就不需要提供了 Sorty Bond一般不难申请 但信用好坏会影响保费的高低 你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去看下链接 下回见